对于究竟谁是破坏北溪一和北溪二海底输气管道的幕后黑手 俄罗斯与美国展开激烈交锋 俄联邦总检察院已就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事件 以国际恐怖主义袭击罪名进行立案调查 联合国安理会也应俄请求于周五就北溪事件召开紧急会议 俄罗斯还将矛头直指美国总统拜登 要求美方就拜登此前扬言要终结北溪二管道的言论 所处回答 美国则断然否认并指责俄罗斯世界北溪事件传播虚假惊息 与此同时俄方29日宣布 顿涅茨克等四地入俄条约签署仪式将于30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 苏同普京将出席仪式 不少分析认为未来无论是俄乌局势还是俄欧关系都已经没有转环预理 而俄乌冲突的最大受害者则是欧洲 彭博社称北溪管道被破坏造成的天然气供应中断对欧洲的影响 可能会使2008年全球金鲁位机相比之下都黯然失色 报道预测 欧盟27国今年的GDP总量甚至可能萎缩5% 对北溪管道遭破坏德国每日劲爆引述政府人士的话悲观地称 北溪管道遭到的蓄意破坏或许已经对管线造成无法修复的损坏 德国官员称 如果不能迅速修复被回管线 太多含盐海水会流入管道 不可逆地腐蚀他们 截至目前德国丹麦瑞典和俄罗斯等相关各方均认定 北溪管道泄露是蓄意破坏所致 上述各方都表示将进行调查 俄罗斯生意人报29日称 俄联邦总检察院已就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事件 以国际恐怖主义袭击罪名进行立案调查 俄罗斯还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此次事件举行紧急会议 会议将在当地时间30日举行 俄方表示俄罗斯坚决要求对破坏管道事件进行全面客观的调查 俄观点报称 在所有直接受北溪管道爆炸影响的国家中 瑞典首先展开了调查 丹麦和德国表示将协助调查 但俄罗斯没被上述国家邀请参与调查 报道称 目前欧洲面临艰难的选择 要么再次展示可耻的大西洋团结 要么鼓起勇气进行诚实的调查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29日引述俄联邦委员会议员多尔哥夫的话称 欧洲国家似乎不希望邀请俄罗斯但俄有权参与调查 欧洲必须明白没有俄罗斯的参与 就不可能对视线进行客观调查 显然要么有人对这一调查不感兴趣 要么有人已经知道谁是罪魁祸首 北溪天然气管道遭到破坏 各方对幕后黑手身份众说纷纭 欧洲多数国家官方对此表态谨慎 甚至一直对俄强硬的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也罕见地拒绝置评 与此同时 俄罗斯和美国则将矛头直指对方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29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此前 有关北溪事件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言论荒唐可笑 他说美国多年来一直想尽各种方法 企图打击质疑管道项目 因此当布林肯先生说 破坏这一项目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时 这真是荒唐可笑 这是谎言 扎哈罗瓦28日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 并点名要求拜登回应 他发布的视频简直 拜登在今年2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曾威胁说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北溪二管道将被终结 当有记者问该管道在德国的管辖之下 美国如何终结时 拜登称我向你们承诺我们能做到 扎哈罗瓦要求美方对拜登质疑言论 作出解释 美国总统拜登有义务回答一个问题 当北溪管线遭到破坏时 美国是否将威胁辅助行动 欧洲必须知道真相 一些西方媒体还试图通过各种暗示带节奏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 有匿名欧洲安全官员称 管道泄露发生时 发现俄海军舰艇就在附近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日反驳称 那里是波罗的海 在那里看到更多的是北约国家的飞行器和船只 所以这是完全愚蠢且抱有偏见的消息